我上個月白天工作晚上不回賣 撥住了五千塊 我很快就能談過親的家 哎呀平安哥哥 你這樣也太辛苦了 幕後可不可以不要跑外賣了呀 你半年前那場車禍 我現在都還後怕呢 其實你不用這麼辛苦的 不管有沒有錢 我林楠楠 你不要跑外賣了呀 都會加給你的 我命大 那麼嚴重的車禍都沒有我命 蘭蘭我肯定能讓你過上好日子 天陽哥哥 其實 其實你不用那麼努力的 我家裡有一百多個億 一百 一百多億 對啊 這一百多個億只是我家的屁股 我江南是屁股屬家 家康武功三百年 去江南頂級股屬家的屁股呢 五五 嗯 別太玩笑了 老大爷 居然是真的啊 陳先生 這是業家給您的見面禮一百萬 噢 這應該是我幫他給你的見面禮 你的哥哥在把篇額造 股 這不合適嗎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说了天 离开我女儿 你们 你们 抱下了 我做的 小伙子 我劈上你的骨气 但林兰是我业家的嫡女 又以江州出家约约 出家三百年前的老鼠 那是几乎亏见了 先到的五到千人招手 出上正是当代的五千天交 你拿什么和她的 又拿什么保护林兰 我不懂什么孤雾 我只知道我不能辜负林兰 就算贴上命 我也会保护林兰的 我也绝对不会离开天洋哥哥的 什么业家 什么楚家 我都算你不要 林兰 半年前的车祸 你为了救他 你已经耗尽了宫业 四岁三天 宫业大跟你姑姑的全天上架的期望 你现在还要任性下去吗 若非你爷爷顶着整个家族的压力 你早又失去了进程序 今日是你爷爷给你定家的最后期限 再和他分手 你谁想弃死你爷爷 然后被拘出家门吗 原来说 原来那不是吗 天安哥哥 你救我哥哥 失血过多 没法救 准备后事 天安哥哥 我一定要救你 原来你死了 你这样会充斥你的担全内力 配身五将六五 你会死的 呀 你快变成 快变成妈妈救你了 那你要心灵换命吗 好 你来了 哎你来了 哎 你来了 你来了 你死无害 难怪当时医生说我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凌兰 怎么不告诉我啊 我女儿为了救你付出了十一年的苦行 那可是他跟着他爷爷吃了十几年苦才救炼成的 神经一招全副散尽 你过来就三天碎见五脏俱伤的下场 你快变成他吧 平安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五道中师的梦想因为你才断过 你不要在这个段落的压力了 是女儿不孝辜负了爷爷和你们的期望 但无论如何 我都要和平安哥哥在一起 好啊 好啊 好一出极深似海的戏码呀 既然如此 我看不妨给他一次敬 别说 若是今日不让这个小子知道点鼓舞者的厉害 恐怕他 会一直纠缠不清的 啊 啊 啊 老爷 今天你得死 啊 你也回大天都这 陈平安 你就只会躲在凌兰的身后靠他一个女人来保护 不 连一个储家打扫面子下人都大不过你还要坚持和灵安在一起吗 说起 你父亲 今晚是平安爷爷的寿宴 你若有能耐拿出证明自己能力的寿命 让他亲自点头你二人的婚事 那我就支持你们在一起 天鹿哥 你怎么了 我忘了你的卡子打了點錢 我爸媽把我的卡行了 所以就剩十萬塊錢了 你去買點東西當順利 心意到了就好了 哎呀他們說的話你別放在心上啊 想不想 嗯 在牆上打出一個權益 這就是無故事下的威力已經高了 原來沒了救我耗盡功力 被不擔心 還被卡子打了對我安裝不上 又再是死我也不會讓我進去 這是鐵油下的翻譯盒 怎麼在發光啊 小嫣然我已登入化學 早晚孤魂力 而你率領的玄天地府 早晚也被收入歸行 就不要付出王康 哈哈哈哈 休假 中將士們 我士兵奮戰 幹什麼 不願賢福的話 那就只有 嗯 上去 坐 啊 哈哈哈 这什么情况 太险了 谁在我家都会儿如戏 谁 是谁 大死了 会是本尊 这也太逼真了 这是游戏吗 身躯伟岸 一致神力便可画了这神镜 这 这难道就是古书中记载的古神大人 奄然 拜见古神大人 多谢古神大人 救命之恩 不用客气 举手之道 古神大人 救我们全天帝国于水火之中 对我们恩仲如山 奄然运献上 上古诗画古宝 古之山万年人生 和上古神兽麒麟 一表感谢 不用那么客气 既是救命 本就是我心之祖愿 这游戏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还送我礼物 可惜我现在没心情玩游戏 主神大人果然大意 这还是有啊 这雷火铃声乃是极品的灵药 不下后即可转为雷火圣土 将会掌握着天地的火焰和雷电 炒过雷火 这天哪可真是啊 只是这吉林尚在荒谷禁地 带小女明日把它牵出来 再献给古神大人 竟然还真有 这游戏里的东西能化作食物 那我岂不是无敌了 太好 灵蓝 等着我 1 2 1 2 2 2 1 2 1 1 還真有用 我別搶了 陳明娃讓我滾出來 這輩子 來個上手的地兒 陳明娃是吧 是我 陳明娃 你就是個窩囊廢 成者叮噹 還想跟徒少長女人 還想去什麼荒門聖夜 味都沒有 荒門聖夜 沒錯 我們就是收了 可以了 收死 老老實實的離開夜庭蘭 別整天做著爛 吃天鵝肉的美夢 更別想去什麼聖夜 你 沒內 那你想怎麼樣 把這個玩意兒帶上 離開就來 以後不准再靠近林蘭大 否則的話 老子打倒你的風靠 這東西 小处小 我真的準備 Autofibus 哪千萬萬万 臥 老闆不是这么高高攀的 听说 你废物今天为少下日子 终于下队 要不是叶小姐给扛下去 他早被打死了 太容易了 为了就他那张 公寓倒退 现在还是给他对抗叶小 你还真是个窝囊 看着叶小姐 拼了命也想高攀 你也不想想 叶小姐为了你 受了多少 背了多少 你还想到手 那我让你瞧一瞧 我这一圈二十件的功率 你歇歇歇歇歇 可二十六那一圈 不都打得你皮脏惡劣 最起码 一月半年 你 你 你这刀 什么武功呀 我从来没有试读过 有武功 有如此威力 其实武功自然试读不到 我这是先 光是这雷火灵 真的有如此威力 你七零一出 我就不信寿宴时候 谁的礼物比我还强 这次我又让所有人知道 你的选择 没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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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这么人 你怎么就这么多 你趕越来 别望 你 给你那十万块钱 你买什么礼物 十万块钱没花 不过这寿礼我留一准 不是 今天可是我爷爷的大寿 我爷爷从小就把我捧在掌心 这十万块钱已经够寒颤了 这个时候你就别想着省钱了 陈平啊 十万块钱的寿礼 你都让林兰给钱 你这个废物 还真有脸赶来啊 我这傻妹妹给了你十万块钱 你怕是这辈子 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忍不住卖下来 换了吧 这对林兰小姐不过宫内大退 要救的男人 没武功就算了 连礼物都买不起 诱人了吗 林兰小姐对她如此恩忠如善 这废物竟然两手空空 来参加叶老爷子授业 赖蛤蟆小吃鸡鹅肉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诸葛 谁敢侮辱我偏哥哥 别怪我不留情面 林兰 我看你还真是 背臣平安这个废物 给你获了心智 叶林兰 你真是瞎了眼 放弃了主绍 在外面养了一个废物 自己丢人现眼不说 还敢带到爷爷寿宴上呢 你真是想让爷爷 论为全程的笑柄吗 没想到堂堂叶家大少 竟然也是个 经历子 你真是想让爷爷爷爷 我爷爷爷 容不得败高踩低的人 你再胡言 爷爷爷 最成人争夺资格取消 他真 你啊 老夫知道你是个老师 忠厚的孩子 但林兰是老夫最尊爱的 所以他为旧 大师元气 公路倒退 老夫怎么相信 有护他未来周全的能力 叶老师 今日我为您准备的授理 一个废物 敢在我和楚少面前谈授理 少爷 听闻爷爷喜欢名车异授 我呢 略备薄理 现象一辆 全球限量款的兰波吉尼 哇 爷爷笑吗 这可是全球限量吗 价值五千万 夜授出手 果然阔授 说这 然而是特出定制吧 你看钥匙 上面有防弹标记 这居然是防弹车 王玉兴呢 恐怕远在奢侈价值上 看见了吗 小子 什么才叫世家底蕴 就你那几百块钱 买来的地摊库 可别来污了我爷爷的眼睛 你 怎么 好妹妹 你自己选的吗 拉起 算不出像样的受力 难道要怪我呢 我说 金晨 你远信了 怎么样 陈平安 你现在的心里头 是不是已经羡慕嫉妒的 快要发狂了 毕竟啊 像这种顶级的豪车 车上属于垫一块漆 都够你这个废物干一辈子 这车 在我看来 什么 口气不小啊 我这豪车 可是价值上千网 你张口敢说它是垃圾 那你这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废物 岂不是连垃圾都不如 哈哈 好啊 好你 陈平安 你小子 真是要把天都吹破了 既然 你看不上夜少的 黄战豪车 好 那么今天 本少就让你这个穷三腿 好好开开眼界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 诞音士族 高门显惠 来人 诸位 此寿乃是海外一种名曰 金刚 一肩肉固 地道 可抬起百姓巨石也可 在这三 行州特降此金刚 献给老爷子 恭贺老爷子 福寿安康 寿 海上 死了 海上 这尽管果真可怕 恐怕十来个人都不是让他对手啊 传闻此一寿 极其难养 需顿顿飞养 人生灵芝这等名秘药材 才能断出百姓巨礼 巧知何止十个瘾 当真 好 就当真真心 有好处 叶老爷子 您喜欢就好 陈平安 怎么样 他的豪车看不上 是有点吵说 但跟我的手里相比呢 只能说是山野畜生 路不肯 他疯了吧 竟然来力大无穷的异兽金刚 都敢成为俗 这飞蛮 浑身上下就剩一张嘴硬 金刚一巴掌就能给他拍着尼宝 齐平安 够了 嗯 这么说来 秦平安的演技 比我老狗仔高的多了 去 比安哥哥 你别说了 爷爷都已经生气了 我知道 你肯定是准备了受理的 但是 咱们那十万块钱的受理 怎么比得过 就加着这些十亿的金刚呀 你放心 他们的礼物就算加在一起 也比不上我受理的意思 哈哈哈哈 平安哥哥 我爷爷他向来自傲 你可千万不要送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一个乞丐一样的人 他能送什么东西 我看啊 可能就是什么乡下的 烂菜叶子烂果子 拿出来 可就真让爷爷如未全程的笑评了 不许侮辱我平安哥哥 行 既然你这么相信这个事情 那不如 我们赌回去说 说什么 就赌 你的受理 价值能不能占 我和初少的价值是胜 你要是输了 他和他父母在叶家 所有的财势和顾本 全部归我所有 他 就下 你要是赢了 我就放弃继承人继承权 攻击你 赢败 赢了 不能赌啊 分明是必输之举 但输了的话 我们在叶家 他真的就一无所有了 你平行平安那小子 怎能和叶俊千取行招比啊 少废话 干什么 蛤 古神呐 吉利已经送了 嗯 这赌注 我记得来钱 赢贤 你疯了 哪来这赞责 敢拿我们来打赌 你太了我希望了 天阳哥哥 你别冲动啊 放心 我的寿 谁我说 那 神兽祺梨 上古神兽祺梨 电视剧看多了吧 不能吗 什么脑子有病啊 若是自己知道没钱 就干脆装疯卖场 想让老爷子 可怜可怜可怜可 天阳哥哥 你是不是这些压力太大 压烧了 胡说不话了 神兵 你不会真的是在白日做梦吧 真的笑死我了 还麒麟 无碍 哈哈哈 是不是这样 你要真的能拿出麒麟啊 我一马认输 还给你磕头赔罪 你要拿不出麒麟 天灵 和他父母的一切 可就都归我了 他们明天 就可以睡大些了 哈哈哈 我只是狗家之力 找着金刚都花了三年 你那什么狗屁麒麟 哼 不就是那些虚无缥缈的神话吧 哈哈哈 就这种话 别敢拿出来 吹嘘啊 依我看 你就是想坑害林兰一家 是不是 陈平安 林兰对你不保 你为什么如此爱我一家 叶林兰 你找的男人 愚蠢废美 见头开河 从今日起 你用个载子和他买我 打算你都吹 够了 天爷 叶林兰 你也不求你找个门当铺碎的男子 但至少要找个脚踏实地 你看看他 满口广言大话 这样的人 如何让我脱不住 叶叶 你误会他了 叶阳哥哥 他不是这样的人 不想听你 我看你是 关了头 什么上 简直可笑 拿我们叶家寿宴 当作他华宗举组的女朋友了吗 不去 西东 满 还给我抠死去 老爷子 隔壁着急 三 度 呀 发生 跟你いく by 周 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吉林匠是自刀经理 凡人不 其 奇麟 天降异象 金光闪闪 自有什么 难道真的是奇麟 这什么来着 你生生都能弄来 什么狗屁奇麟 真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 看看那是什么 那不过 就是一条黄毛土狗 什么 区区凡人 只能直面麒麟真乳 非其万一 在场所有人 不将准备二十强 我是为了你们好 这小子继续吹啊 这么说 我们还得感谢你了 你要 随便拿一条土狗 就来护弄人 大嘴一脸 就是还是麒麟 现在被主上揭穿了 还敢在这扯 什么愚蠢至极的瞎话 你瞧瞧 千平儿 请你立刻跟我出去 以后别和我女儿来往 男子胡说白人做梦 你都不可能这是什么场合 你非要当个全城名流的面 你丢进我女儿的脸吧 爸妈 平安哥哥 他只是开个玩笑 你们消消气啊 平安哥哥 我知道你是想这么一次 那是这个 也太夸张了吧 老爷子 我学无邪 这是神兽麒麟 拥有 天命 麒麟 盆土祥瑞 你可忽悠一方 有他在 必能保定着 叶家百年之内 风调雨顺 安康无名 老父还没有老眼哄话 我看你 把我叶家当傻子耍弄 你这个奇葩 还真是 世间罕见啊 这就是一条土狗 你还在这瞎编 叶灵朗 咱们两个之间 对约 你算是彻彻底底的书了 谁跟你说 既然如此 还是让你们见识一下 吉林神威 吉林神威 你要真能证明 你这条土狗有实力 那 我就自己认识 一条土狗 除了会咬人之外 没有什么 各位 在场的任何一个舞者 一招就能废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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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呢 你的蓝牧尽 你放弹车 被一条狗给吃了 什么 放什么狗屁 就是这条狗 怎么可能吃掉 几十多都送了车 而且 是特征放弹车 是真的 这狗 突然变得巨大 一口就把车给吞了 就剩个轮子 一条土狗才会如此难道真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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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啊 你的这个蓝牌基尼已经被我的棋 吃干净了 这 你说 这什么狗屁 麒麟 陈平安 好啊 原来是你了 好算计 啊 算计什么 哦 我算是看明白了 陈平安 你故意拿麒麟做宝子 然后串通夜少的手下 味道 就是偷见 夜少的蓝牧基尼 对吗 陈平安 你可真是好算计 哦对了 夜少 那车 价值禁益吧 好 那我这就上报司法局 你们 你可不可以一起进去 一个一辈子 啊 不是这样的 你个致力阿卫的东西 哎呦你 不知道 这我玩不起 没够的 你这是污蔑 天哥哥 他不可能是一种人 你看 谈我一谈 哎呦爷 做错事就该有相遇的 你啊 太让我失望了 老爷子 这麒麟以龙凤为 撑个车子更是不在话 而且日后 有了这麒麟的朋友 为您严寿数十载更是不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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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呀 你呀 怪我他说你厉害了 一会儿 说是 别人看他 我会减兽 一会儿说 啊 别人看他 会延延一首 爷呀 这个人 说话颠三倒死 就应该把他 扔到河里去喂鱼 麒麟神兽 找风云变粉 用万寿无疆之斧 这尊之敬之 则可得延年益寿之斧 教徒祖民 而你 狂奔放肆 不敬神兽之尊 不畏天地之威 不说而实在 也算是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哎 什么厉害呀 卑鄙 你和他嘴皮子 就能搞得有关心 居然 说你这种大毛狗 这什么 神奇御兽来着 别人看都会折兽 听个气 听个气 这条狗屁麒麟 踏断了腿 碰子 叶君臣 那后果我以名言相告 你若仍执迷不悟 过急挤身 别怪我没提醒你 威严总平 总是对吧 还不快快动手 我把这条足够 打敲出去 叶君臣 这可是平安哥和宋爷爷的受理 你竟然如此当 少拿爷爷家伙 知道了 你们就是怕我拆穿你们 不受 啊 我无功 我无功全废了 叶少 少求我了 你们 你们早都变老了 什么突然都解释了 这 真的假的 这 这是不回事 难不成 那皇宫真是欺凌 什么欺凌叶少 这你们都信 依我看 就是陈平安 偷偷的对这些人下了毒 是这样 陈平安 你可耍我你才平安 我一直以为你虽平凡 但并性存良 但现在看来是我眼瞎了 叔叔 我合作只有 执迷不误 叶林兰 你二人皆可分手 若你这次再敢违背父母之义 我将你开出家门 叔 我 平安哥哥我 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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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为难平安哥哥 没有 林兰 快叫救护车 要快 林兰无脏俱杀魅力亏损 这变情成的民意都难以移植 跟黄龙医院呐 这怎么怎么办呀 林兰 再走 你去靠近林兰半步 都是因为你 林兰平时在家 被我们宠得像江华死了 从未像今天这样 自从和你在一起 他就没有好过 我们业家人家找了什么年 哎呀 不是的 我怎么会害林兰呢 都是你害的 我非非为 把救你这个非为的气品 他怎么会好几次生内力 掌心肺膊 活得了今日这把田地 而你呢 你非但没有一丝的感恩之心 你还在寿宴上下毒 偷东西 你刺激他 你竟然就是 简直是要置他于死地啊 陈平安 你就是一个窝囊费 林兰他为你误出一切 你居然敢在爷爷的寿宴上 丢他的脸 你就是一个 恩将仇报的白眼了 你都会忽有他一生 林兰这样小问题 谁用你操心 你说什么 小问题 陈平安你好大的口气啊 快看 林兰 林兰他要死了 笑语 笑语 我是大人 夫人的病症 我明镜 小我信你 这些完了 林兰的气息越来越热了 迷迟半会扫拿着迷意啊 这我的女儿 林兰 林兰 输啥眼 林兰的病 我能治 陈平安 知道什么 你居然还敢在这里闹眼 不成了胡说八道 走个屁的意思 你真是猛烫 我我真不懂事 但是 我用武团的家族移药 我能治他的病 狗了 胡乃乱 你让我们连路 自然啊 您相信我 林兰的病我真能治 陈平安 却没想到你 让我不看脱步 林兰现在 贵在 但是 你还在这里 是不怕生死 做着你的白痴吗 真是辜负了林兰对你的一片真心啊 说说说 太让我失望了 在林兰的面子上 我可以饶你一命 现在 立刻我们出现下 要让我再看到你 老子 啊 不是啊 吴神大人 请见你了 你们等我一下 我上个搜索 上个搜索间啊 叔叔阿爷 你们可都看着 陈平安 他就是在推卸责任 他要对了 原以为 原以为他是个比心中良的好孩子 是我高充的眼 是我们家林兰 我的真心 有什么办法治他的病 哭 吴神大人 吴神大人 无所为 怎么会不懂救人呢 想来 是为了考验我 我为了让你 吴神大人失望 吴神大人 拷人的病 若是想分治 尽叫普惯 就是抓真奴婦啊 只是这神龙实力其尽 所以这你压在我们的皇宫下 就先问你 我们不敢将其奉 即便是集结我们玄天帝国 以国之力 结果难以将自己去过来 放出来就行 一切由我 顾身大人 这便是 镇压在我们皇宫 千万年的妖牢 其能力强劲无比 一旦战然 就连神仙也要遭受重创 陛下 我愿作为古神大人的先锋 为你披荆斩棘 一群渺小的蝼蚁 居然敢把本妖放出 真是自不量力 看我毁掉这皇城 扶掉人族 击报我这千万年来 尽压之仇 陛下 神仙的容器 能够扶持人的身体会省挫 真相能买起来 只能靠这种作品 更别说 就靠这种作品 更别说 但是 古神大人的命令不能违靠 今日 就算是我生死盗销 我也要拼尽全力 插上这条神龙 真是不自量力 五毒法再次蜿蜒 要凭你们这帮渺小的蝼蚁 能飞进我的真身 你是万事 上面五 这是白日作梦 有梦能打吗 你就是这个小蜜蜂我还说 那两个手机这么搅动风银破 我虎阵你 是何人 还装呢 一个小小的泥蜂也敢自生成龙 只手汗真龙 杀之如他能取物一般 说到神龙 古神大人就只手擒货 果真是神威万女 别怕马屁 赶紧顿套 我这边照着救命呢 是啊 可是 这怎么了 古神大人心怒 只是这真龙炖汤 需要很多黑夜纸 截取月华的滋养 方可达到最佳的效果 不就是天黑吗 这个简单 交给我 古神大人居然还有着遮天蔽日的权力 只是矿 绝金的强者 别废话了赶紧炖汤 是 古神大人 这便是真龙汁汤 你给夫人备下之后 夫人定能脱胎换骨 彻底治疗 心急之症 他儿 成了 女儿 我的女儿 婆婆 我请了大厦最顶级的神医过来 相信林楠的病情很快就会有话 行者 你有心了 快让开 让神医看人 小姐的内伤太重 加之情绪激动 阴阳失和 需得阳气中和 服下老夫这颗五百年人身 所以上阳十八针法 真的 真的吗 不好了 上阳十八针法 传闻失传有上百年之久 他可是天下第一针 这五百年的人生更是有价无私实物 如果小姐商级根本即是想来 恐怕 也要终身虚无 莫说练武 剧烈运动 造孽呀 我女儿本是武学天才 野家未来的继承人 要不是这小子 怎么能落得如此不下场 为了她 付出了一切 而她却伤害了林楠 却桃子妖妖 简直是可恨之急啊 叔叔 阿姨 郭老是大厦有名的妙手神医 千金难解 她可是看在我自己家的面子上 还出手 原来是妙手神医 久仰大名 妙手神医 我暖得去 就拜托你了 不妨 我现在就给小姐施针 逼出她体内的寒气 新州 这次多亏猶豫 林岸若托付给予 我也能放心了 可恨 群岸哥哥 关键时候 去跑他也不够 等我们大家联系 我要让他和这小子 彻底断绝关系 让他在江南 难以立足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有我在 并会护林岸 是 夫人 这枚人森 你给小姐付箱 不实 便可喜欢 谢谢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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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安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五百年的人生 林岸救命的药啊 你这是干什么 你怎么就这么能把他毁了 陈平安 你非要害死林岸吗 叔叔阿姨 不能为林岸吃这个银身 会死的 教父老夫精研医术多年 如何施针 如何用药 还用得着你这个矛头小子来吃点 精通医术 那你难道看不出来 他现在五脏内伤 真是五 陈平安 你算得跟从我 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农民工 你有什么资格指点 郭老神医你告诉我 我看过你 我不能收过你 你 叶家既然有更高的医者 想来 我用不着老夫了 告辞 神医留步 是我们招呼不受 藏住了你 我这 就赶他走 叔叔阿姨 如果再让他折下去 那林岸可就真救不回来了 胡说八道什么 我懂医术 你不要接我 你还敢走神医 到底是陈阳海 我们家的林岸 好 把他带下去 林岸 林岸你醒了 啊 我求求你 跟平安哥哥走 你求命啊 平安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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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满口的平安哥哥 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糊汤了 你连病都不要了 林岸 喝了这碗汤 可以根治你 你放屁 就一碗破汤 就能救人命啊 你简直就是扯淡 这天底下 怎么会有你这么能吹的人 你居然还想着 拿林岸的命开玩笑啊你 毛头小子也敢口出狂言 叶小姐的病 就连老夫的医师 打下医生也不敢说根治 你丢一碗破汤 治好他的病 普通的汤自然是不行 但我是神龙炖汤 陈平安 你还做上白日梦 什么乙龙炖汤 这分明就是一碗泥汤 原本以为你还有一些交的资本 没想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却装风卖身 患者的时间堪比千斤 耽误了治疗 你承担了起后果吗 我 我可以 林岸 我相信平安哥哥不会害我的 一切后果 由我自己能的 简直胡闹 叶林岸 他明显说的就是痴话 姓名和他答复 你这是要气死我吗 林岸 你也虽然年龄大了 但头不会眼不慌 一碗泥汤灯 怎么可能治病 我看叶小姐 被这个小子荼毒甚深 已经分辨不了是非了 不信本神医 却信这个小子的傻话 神医 血医交给平安哥哥 你 好好好 既然叶小姐相信爱情能治百病 那就不需要郭某人出手了 林岸 你别犯傻了 郭老都说了你的伤势严重 你怎么能相信这个大话连篇的陈平安 郭老 不是这意思 叶先生不必多说 今日我倒要看看 我郭某世尊医生都不敢说能治好的病 他一个黄毛小子怎么拿一碗汤 你一胡堆 你一胡堆 刚刚似乎看到真容涌动 是错觉吗 你一胡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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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岸 你感觉怎么样啊 叶小姐脸色煞白 没有好转的迹象 这分明就是一碗泥汤汤吧 林岸 都什么时候了 还听她满口胡言 哎呀 不是的 我 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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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主 夫人 姐 哎 这碗泥汤汤 来得欺求 恐怕 这才是叶小姐 透血的原因 怎么会这样 刚才会怎么吃不到吗 叶小姐的身体太过孱弱 真容顿汤是上等的子骨一样 刚刚透的血 是身体残留的淤 陈平安 你干错事 你把林岸害死了你知道吗 哎 出手 爷爷 这个废物刚才用毒害我叶家弟子 现在又害死了林岸 绝不能这么轻易放他 陈平 你害我孙女性命 我要以父母代价 押下去 扭送司法局 军后发落 爷爷 林岸没死 她的病已经好了 他 你干吗 你干吗 你说你这是杀人犯 他可不相信你 他死了都用生命赴你救权 你怎么对他的 你还我的天啊 你还我的天啊 看人家 只可惜了叶小姐 被你这小人害死 叶小姐定着 说到也是当年为了救他而落下病根 把自己功力打起 杀他 你叫什么 就是冲死 杀了他 给叶小姐报仇 杀他 对 林岸马上就会醒 辜负了林岸 你要给林岸赏命 这 这什么情况 哎 好久没这么寻常过 嗯 你好了 啊 林岸 你没事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真的好了 多喝了平洋哥哥那碗汤 而且我现在感觉全身上在 特别舒服 这大家想要的毛病呀 都好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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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哼哼 好了 啊这是要死了 神医 实话真讲 他刚刚 分明是病入膏肓之症 大口吐血 即便是再好的武药 也绝不可能让他瞬间痊愈 李老婆多年救人的经验 林岸小姐 只是在为他回光返照 再透支身体里最后一次生命力 我老神医说的对 林岸刚刚明明病的还那么严重 怎么可能那么快 就跟治了 啊 我明白了 肯定是你为了陈平安这个小子 他佯装身体好转 好借此机会拖延时间 让他离开是吗 怎么 嗯 林岸的病好了 女儿反而不太行啊 林岸 你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在强增 爷爷我是真的好了 我现在感觉自己不仅内伤痊愈 而且功力大涨呢 一派火烟 一碗明秋汤 怎么可能治病 林岸 你真的是为了这个男人 透支自己身体 最后有点生机 你知道吗 陈平安 你就是一个窝囊废 每次说大话 都让林岸替你多 如今她冻僵在身 你居然还想着拖累她 你简直就是个畜生 咱这事实呢 就摆在面前 我又找跟你解释吗 好 好 事到如今了 你还在所谓 不思悔改 那么今天伟少 就代替老爷子 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畜生 来人 谁也不想伤害平安哥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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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岸 林岸怎么扛得起两个大男人 少说 该有三百多斤呀 如此的精力 绝对不想拼死的回光返照 林岸 你恢复了 是啊 多亏了平安哥哥那碗汤呢 我现在感觉自己不仅恢复了 而且呢功力经营大涨呢 只要你见过就好 原来如此呀 林岸小姐确实在大补之物的作用下 才恢复过来 再加上老夫的上阳十八针去了元气 既然林岸小姐已经恢复如初了 那老夫就先行告白了 诶 诶 郭老 你上阳 诸位 是因为神医的上阳十八针 才让林岸恢复的这么快 上阳十八针乃是天下第一针 若被郭老恐怕是找遍整个大厦都无人可施吧 啊 可是 林岸的确是喝了汤 才恢复的呀 叶叔 你不会真觉得 一碗十分钟倒入出来的破汤 真的把垂死之人给救活吧 显然 就是郭老上阳十八针的功能 所以 上阳十八针 还是真正的救命至宝 什么狗屁上阳十八针 在我的龙汤面前 没个屁的 什么呀 想抢功了 连他们脸都不要了是吗 啊 还敢说什么龙汤 你以为龙 像你们乡家的大鹅一样 那么好抓吗 叶君臣你给我住嘴 我不管那是不是龙汤 但我确定 就是那碗汤把我给治好了 而且啊 这碗汤就是我平安哥哥 给我找的天才地宝 林兰 你醒醒 啊 这个废物一没钱 二没势力 他有什么实力 获得天才地宝 你告诉我 楚少说的对 林兰 你让他给骗了 麒麟一头是龙汤 他就是个什么能耐都没有 只会满口大话的废 坐井观天了不是 不过 就以你们两个那微弱的实力 确实很难理解 我的强悍 哈哈哈哈哈哈 哎你说什么 你很强大 哈哈哈哈 你告诉我 你哪强大呀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哈哈哈哈哈哈 好的很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我倒想看看 这个没有猎过肺 你多强 行了 林兰刚刚好转 打打杀杀剩什么样 爷爷 你再闹就滚回去 行了 叶少 给老爷子一个面子 毕竟像他这种 手无腹肌之力的 鲁鲁 你跟他计较 不觉得太掉分了 废 我给你一分钟 滚出这里 我就找你一命 经理是吗 魄王子的 不过 就你那点实力 确实是在我眼前 就像是 跳梁小丑 陈平安 你不说什么呢你 林安哥 你别说了 你说 叶君臣的武功是跳梁小丑 那按照你的意思 叶家上下修的武功 都不行了 陈平安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啊 诸位可都听到了 不是我执意要惹事 而是他再三挑衅 既然他主动邀约 那我作为叶家之人 岂有不战之力 陈平安 你疯了吗你 你刚才你说说大话 你也就罢了 你要是和叶君臣打起来 你啊小明就丢了 叔叔阿姨 我说真的 他要是能在我手上跪一招 那就换他力 你知道吗 叶君臣 那是我们叶家 青年一代中武功最高者 那位居江南龙虎往第十名 两年前 他以新娘明镜修成了暗戒 一招一招一招 那都有连绵不绝的暗戒为真 每一丝柔剑 我刚跟一般的吹金钻月 你觉得 你还能打吗 你 他是暗戒武者 可我 是仙人 是仙人 陈平安 你可真会做白日梦啊 好啊 你若是敢自称仙人 那老子便是太上老君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蠢话吗 陈平安 我朋友 陈平安 仙人已经绝几千年了 只有储家三百年前的老主 便知 我 肯定 方能看看一见 仙道能看之外 世上再无仙人 谁让你宰仙 大放决策 我看这个废物就是来爷爷寿宴上捣乱的 正好本是暗尽大成正想找人练手 陈平安 既然你主动找死 就别快成全你 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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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别想伤害我平安哥哥 一安 一安 赶紧收手 爸 平安哥哥犯的错 我来的 你拿什么胆 你硬并刚愚 你怎么能和决臣对决你 你亲死爸爸妈妈了 爸 妈 我只是想保护平安哥哥 这些君臣一朝一世 暗战可透体而入催俊断骨 平安哥哥他又不会武功 我要是收手的话 平安哥哥不就没命了吗 到了这些 为了我竟还宁可斩着全家队 你不是自称仙人吗 怎么还像个窝闹费一样 什么事情 都让你们咱再扛了 楚行昭 楚行昭 我甘愿守护平安哥哥一辈子 与你不敢 行了 是啊 我是个男人 我在哪儿时候 哎我自己挑的事 我自己可以选择 算你是有贪当 是啊 能为力成皮肤之勇 算不得民主之绝 平安哥哥 你那是我选择的男人 我绝不可能 让我的家人们这么侮辱你 你下来的事交给我吧 好 既然如此 你出手 我给你压阵 林兰身体刚刚毕复 锻炼锻炼锻炼身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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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这武功竞技熟己之快 这安静之法有如闪电飞里强大 恐怕龙绑前五的实力都有了 这是林兰的实力自然恢复到了巅峰 和军臣对决 还远远不及啊 林兰 只要你现在答应嫁给我 我可以帮你出手啊 还没说 林兰 都怪你一个混在线口看河 这又不是你 我们林兰也至于装这样的罪吗 武神大人 就我们全天帝国于水湖之中 为我们恩仲刘山 仍然印象上尚不死大符法 五指山万年人参和圣祖神兽席林 一表感谢 这雷火铃声都如此厉害 那这五指神山戒指肯定不见 林兰 不会的 叶林兰 我没有时间在这跟你号 既然你不认输 他废你 好了 你想把你妹妹打成什么样 叶 别再胡闹了 谁说我们要听说 你竟然打上了 今日 我必让你不去看见 这样 你还敢敢敢下大声推辞 你是要林兰的命吗 什么 你个孽障 什么狗屁仙人吗 叶林兰 你这看着的眼光可真够差的 挑个废物也就算了没想到 还是个满口大话 不顾你全家死活的 蠢祸 还仙人 呸 吴雅儿 你这是何苦呢 我还不让叶小姐出账 听了废物的去送死 嘿 出死 叶小姐为你破除了一切 老爷子都缺下警战了 为了面子 逼着叶小姐继续出账 你这是非要打死吗 陈平 林兰的状态你不清楚吗 还要打 你安的什么是 陈兰 小心 变灵了 把我继续成人的路 先送你上路 新日达 谢绝尘找死 我说你们看好 我都说过 比他的武士造义 干嘛奈何人 什么情况 堂堂叶家未来继续成人 将被一张打败了 你前屋子告诉我 这才屈指告诉你 即便 这才造的功 什么爱的 天安哥哥 你的武功 竟然是 这么高深莫测啊 当然了 金兰 我有名 天安 你有无死无学造义 为何一只 并下三不弄悔 是我们误会你了 难道真是老夫 穿走了呀 叶老爷子 您可是纵横江湖 数十年的武林太阳 他若是真有什么深不可测的武功 您难道还看不出来 话所以 我们可是亲眼看见 亲爱 大败了 君子的 亲爱 即便是再强的武学高手 过招也会不算 可是刚刚叶少 和这个小子对招的时候 身上 才毫无任何挡道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小子刚刚根本就没有碰到叶少 什么 据我所知 叶少前几日 刚刚和龙骨往前十的高手决斗 想来是受伤了 再加上陈平安这小子的频频挑衅 导致内伤激发 这 最重要的是 这个小子 几个小时前 连我的下手都打不过 大家可都是亲眼所见的 难道他一天不到就练成了绝世武功吗 这实际 真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我真是如此 上午的时候 陈平安 的确完全不是竹上手杀的对手啊 虎权世家最忌讳胜之部 这小子 令夜少爷救伤取手 真是下手 你们竹家是不是 从来不练 练表演 满口瞎想 浮游亏贴 我都不知道你猜我眼里有多可修 陈平安 你居然可修容我主将 你是不是医生 北少平日 也是 陈平安 接招 花花架子 本少三岁习武 十八岁便修成 暗训如今 内境外放 东西已成就贫也 别敢洗脚北少 内境外放 一体三尺 没想到楚少年纪兴兴 就达到了宗师境界 宗师之界 外放内境 开彼此 推心断 放眼整个武林 宗师之界上的场 能够素食 能够把第一 给主生吗 宗师面前 野君臣豆排把男子 陈平安不自量力 单敢挑衅楚少 这是骑到铁板了 怎么样 陈平安 若是你现在给我跪下来求饶 并从这里给我爬出去 说不定 我不能饶你 巧了 我也最后给你 骗个到一楚行舟的实力 他可是龙虎榜排名第一 咱们还是别跟他计较 快给楚少道歉 楚少可是忠师 一旦动手 取离起的内境 将摧毁你的五脏六腑 让你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 像你这般自不量力惹是生非 情人就是真的跟了你 那我们便是害了林兰 懦弱和忍让 并不会得到派 还会被有心之人得寸进去 还我恰恰有德的 区区宗师 你哪 哈哈哈哈 区区宗师 陈平啊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啊 我无需进你身 隔着三丈 变得让地利 威力不可想象 你怎么跟我打呀 我三丈 那我就想杀你 即使千里之外 也能娶你口 正好服用了雷火 还没试过这短空雷电 这雷火铃声 乃是极品的一药 无下后即可转为雷火盛起 将会掌握着天地的火焰和雷电 简直荒唐 陈平安 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 真是不知识 连宗师境界也敢挑战 还真以为自己有点小手段 就天下无敌了吗 和千里毙命 亏他说的出口 天下无者 便说各蒙派武功 我就从没见过 牛是能够使用出千里毙命的 陈平安 你今天的牛皮吹得可是越来越大 正好本校今天给你个机会试试 咱们也不说 实力 就这实账距离我就站在这 实账 但若是你打不着我 就立刻马上给我跪下磕头 并且让我过死 既然你自己一心求死 那我只能成全你 平安哥哥就连是宗师 他也只能内进立体三尺伤人 这实账的距离根本没人能够做到 他分明就是看你不会武功 他简直是社区害你 你可千万不要冲动他一开啊 你放心 我既然答应他 虽然证明我有义气 无识者无惧就在世界上 最强的武者也是格武使财的商人 劝你还是放弃这场秘局吧 无需都被吐蛇 接下来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先发生的 陈平安 何止你说实账杀人 原来就是把眼睛给蒙起来 做白痴梦啊 啊 你可真是要笑死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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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以为憋了个大招 原来是拉了一头大 就这还自吹自裂 能打压武学强者 哎 叶小姐这是瞎了一个 看着这么一个 说白话的小子 我呸 把这小子给我赶出去 我叶家的脸面 都快被他丢惊了 叶叶不要 叶玲兰 知道如今了 你居然还护着 你看看这个小子 像什么样子 还说什么 合着实效商人 我就在这上 他这个同胞 敢伤我 吓 谁说不敢 谁说不敢 天 天怎么突然变色了 难道他现在引动天象的实力 什么引天弄灭 你我看 就是装神弄鬼 其实下次 本身殷勤不定跟他并关系 天地听我号令 雷来 不可能 你是怎么做到的 胡同换 弹出去 这是人能做到的事吗 说的是真的 我 我 我 天安哥哥 我没看错吧 这怎么做到的 那是自然 我答应了 那都说明我心里 还是很有力气 天安哥哥 你太厉害了 天安 请速到我 中才实验 你却是什么武功呀 这你搁着实杖 你都能召唤雷霆杀人 这以前子前后上从未 亲说过就这恐怖武学呀 这一击如此威力将军事害俗 即便是传说中那几个最强大的武功 在秦安 雷霆武功面前那也逊色的多 这到底是什么武功 因为这不是武功 而是戴上武功 陈诗 爸 你拿着 快9923 楚家家主主行州的父亲 主行云 这可是大响排到时候的强者 听说 他的实力一种大作是敬 这个将来无人的力 谁说 看来 他是来几出什么报处 楚家主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 邪家主 权子在夜家寿业 对着毛头小子 你作为家主 却视而不理 莫非是 心存包庇 误会了 陈平安身怀绝世秘籍 自从引动的天雷 实力 够神莫测 这才几倍的楚少 两个人是公平决斗 我字不好擦手 什么狗屁 天雷 我看这是毛子小子 用了什么不见不得人手段 把你们缓 出手玩 臭电吐血罢了 我看 你就是个方便 这不可能啊 我们亲眼所见 道歉 业家主 业老爷子 电路不知为何出现故障 多处漏电 这才导致楚少 处电受伤 讽刺厌户的赔偿 由酒店全力承担 我就说 你小子哪来这么大 居然敢伤不伤 好啊 你敢爽手段 你招死 今天是漏电呢 业家主 漏电一事 也是景天的突发失误 这 妈 怨不到 平安头上吧 早漏电 晚漏电 正好好玩 节奏收漏电 这不是啥手段 还能使什么 实话实说 适不适宜 一夜 不见太阳 我废他个小小的处行周 何学什么 倒是你处行语 身为堂堂江南第一高手 这心胸和眼界 不过 还敢行走 但我不废了你 住手 这是何意 楚家主 这里是我夜下的地盘 好 夜下的个人 是吧 才合适吧 他重伤我 是 岂能霸头 叶苍蓝 我警告 交出零安 否则 别怪我楚城 心狠手浪 你夜下马门 继续出面 是 你家主说的对 淳于安 跟我夜下毫无关系 凭什么要我夜下 给他背过 爷爷 把人交出去 我不同意 楚家家主 是楚行周的挑衅在先的 而且 他还让我平安哥哥 在市场开外的地方 去伤害他 而且平安哥哥还做到了 这是公平对决 你说 我凭什么要 走过平安哥哥呀 林曼 他还敢站出来 为我直面楚雄云 这个江南第一高手 好啊 你们夜家好的 谁给你们夜家 一天使 好好 时间一到 交出陈明安 夜家分辨 请坐 别再去疗伤 走 俗 俗 林曼 太冲动了 不好了家主 夜家被楚家包围了 夜家上下 老弱妇辱 没人拿枪对着 生命追味呀 什么 新闻的人说 一天之内不交出陈明安 夜家上下都得死 新人太顺 你夜家 朝代你 是一流动 于世下 既然被 我下车 多一分危险 让我夜家 除人了吗 平安哥哥 你快走吧 这楚雄云实力强大 听我你是大宗士 我爷爷和他也不是对手 我怕是护不住你了 我 让他走 你明了 你可真会打算吧呀 夜家 陷入江区 都是因为他 他排便离骨走了 像话吗 平安哥哥 他又不会武功 他留下来 不过说一个人受伤而已 老家 势力庞大 家族江南无敌 人家 指明点信要他 他走了 难道让整个夜家 给他赔赞吗 住手 谁呀 老爷子 楚家和夜家 早有见了 他楚家 不过就是想拿这件事 借机发挥 虽然是陈平安这些 但我夜家几粮 天塌了也不能忘 身为武部长 要用龙武之心 若畏生畏畏 谈什么武 对 大不了 我们跟楚家拼了 顾神大人 修罗门大举进犯 帝国会再担心 求您出手相救 这个小人世界又大起 我得看看再想 多谢爷爷 保命平安哥哥 我临来愿做第一人 舍命一战 那你们先回夜家 我随后就来 我肯定是怕了吧 夜家 就是因为你才染上楚家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现在我夜家 即将灭门 你却满脑子都想着逃跑 这可真是个白眼狼 白眼狼 平安哥哥 我想要救你 这卡里有二十万 你赶紧走吧 买个机票 赶紧走 林安你放心 我很快就回来 很快 啊 帮他走 与世退缩 只能吹牛说大话 呈匹夫自勇 却无半点实力 林安 这便是你所选的良人啊 爸 你别说了 平安哥哥 他 只是一介凡人 楚家实力 武林高手枪炮弹 要过去多少 我得多着点底牌才行 儿等楼野 竟敢杀害我们 深血某族 今日 我便学习你这黄高 为我某族报仇 你休想 我这九死无声震下 从无声困 方杰 你是长弩之末 给我死 是地狱猎 无死无声圈 这可是像古定数 你们怎么在用这点 哎呀 竟然知道 那还不快树神就起 绝无可能 我绝不会让你 伤害我们的子民 你管不理 我这炼狱之火 焚烧千百人 即便是大罗金仙来了 也毫无用处 今日 是我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 这笔烈火焚烧的痛苦 那都我真的就要命血 你死了 我这个鬼 上来就让我干 这么残忍了你 向远 你不能死啊 谁 故神大人 叫做你救救我们玄天帝国 来好说什么说 荒谬 我这炼狱之火 可丢死无声震 即便是昆仑金仙来了 也无尽于事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管你什么火 我一会脱门 故神大人威武 故神大人威武 可笑 还真是可笑 我这阵法乃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阵法 其禁止 极其凶杀 这炼狱之火 更是九州第一神火 就算神心触碰 便会恢复阴灭 你说你一口 唾沫就想灭 哈哈哈哈 我背 陛下 你还是快逃吧 帝离之火 几乎无法可灭 故神大人即便神通广大 来说用唾沫灭火 只在是有些离情了 陛下 变雨之火 绝不会被唾沫灭掉 即便古神也不行 您若情信 失去了唯一逃生机会 那我帝国前途位义 还请陛下三思 至少 古神大人 只能有你们智慧 若不是古神大人 我们玄天帝国 倒都是一口黄土了 求古神 降下甘霖 拯救玄天帝国 求古神降下甘霖 拯救玄天帝国 你以为你们故意拖延时间 我就会放过你 练狱之火 给我起 烧死他们 侯主玄河 天降甘霖 古神大人 这是神通广大 堪比造物者的存在 这可是练狱之火 上古神火 以下破墨便解决了此次危机 真是空前前后啊 不光是练一火 号称其他的九属 武神镇也会瞬间 撞死 就是时刻大到金山 实力也比不上 莫非 这银河还有起死回生之交 你们身上所受的伤害 全部恢复了呀 多谢古神大人 用命之人 武神大人飞舞 武神大人飞舞 你们练一之火 武神大人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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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古神大人我错了 哎你就你就 你就是他放了个屁 啊放我放了吧 别给人他饿得很 可千万不能饶了他 有道理 他是把他们生间呢 还是有炸呀 哎不不不不不 我有仙法命迹 还有珍藏千年的宝贝 古神大人 只要你不杀我 我都入手放上 你拿来看看 啊啊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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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弄我玩吗 一把破一把一把破豆子 我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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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秘法 乃是我修罗门的 不传秘法 万法典籍啊 上面记载了 数千种的 秘法渗透 那些豆子啊 都是天兵天教的金破作画 你只要将他们 都撒出去 就能得到无数的神兵了 行吧 那你可以走了 啊 哎 跪 跪 有了这两件法宝 对付楚家 那不是手套起来 林兰 我来了 上 楚家 你们 你们无学 才号称 江南上流武学世界 我看着实力 还不如下九楼士族 放弃无畏抵抗 交出陈平安 绝无可能 不是死过东西 找死 啊 呃 呃 呃 楚宣仗 你你卑鄙无识 天前我对你百番头 你却置入我们 偏偏维护那个小 现在我土家敬犯 在你们整个业家 沦为阶下仇的时候 你 叶玲兰 也得乖乖的给我跪下 最终 贱妹桃 不想 什么业家看错人 没曾想 竟是个义冠天教 义冠其收 爷爷 爷爷 最后再给你们的机会 交出陈平安 我楚家可以既往不休 我业家增增奥武 不受威胁 有我老夫在 谁也不能伤他们一分一毫 冥完不灵 既然如此 我就废 老东西 你敢动他们丝毫 我娶你们楚家够命 江哥哥 你快走啊 叶沧汉 你真是个好浪 怎么会幻想看到 陈平安 你全行过来了 陈平安 夜下里里外外 都被我楚家帮我给他告诉你 老大 老老家说调兵里住在哪 上天遁忌出入自主 这他妈是法座吧 什么狗屁法 不过 障眼法 陈平安 别以为要交出小弟 怎么不讲这个 我们楚家 什么世面没见过 原来的人不少 怎么 陈平安 现在知道他 你还不乖乖的 束手就擒 我还就告诉你 这些 是我楚下的精英武者 包括外的 独走千人有鱼 各个都是暗军之上的 杀你 如同杀手 不错 今日和其家同比业 同志为 圣伙着唱 你我这王 人都了解 不过都是这些虾兵蟹将 骗哥哥 你别记住他们呀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陈平安 你死到临头了 还敢在这儿大言不死 这些武 随便拎出来 都足以把你打得灰心 淹灭 现在 你还敢断言 这是虾兵蟹将吗 至于你 叶伯男 今天 我告诉你 人多 救 我楚家 折服百年 招贤纳事 这千名武学高手 足以让犯 为之亲父 而你们夜讲 便是我们楚家 丹灵霸主之位的 电脚石 废话什么 都给我杀 什么 怎么 陈平安 现在知道怕了 要给我下跪求饶了 这比人多 我还真没在怕的 陈平安 你拿一把破豆子出来 干什么 怎么 你饿了 你在这 这宝贝神通广大 能够瞬间化于万人神将 灭你们出家 不可理 陈平安 你在这 跟我玩呢 一把破豆子 就能变出神将了 在这跟我唱大戏呢 你还真以为 我楚家千名武者 在这 玩破家家吗 他这是我们野家 先方百计 想要庇佑的人吗 这蠢货 为了他 和楚家 以死相拼 你们杀不杀 陈平安 我不是让你 不跟这狗呢 你怎么又回来了 既普通的人 能补足勇气 来到这个场面 不畏生死 我有我野家的通败 平安 你很不错 但不该来 你有这份心 原来没有看错人 外局已定 你们有必要一起来 送死 我特地来救你们 这等张研发 和小聪明 想要对付大宗 是难以盯监 平安 你寻找 你还能保一个 放心吧各位 我带的人多 这楚家 到临头了 还敢大言不善 我上 把他给我打平 陈平安 这几个城市 可都是龙虎榜前十高手 今天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 我告诉你 你也插翅难逃 废话什么呀 一起上呗 他不给我塞上二了 野家上相 不留皇 给我上 拜登大人 这什么情况 你现在到哪儿来了 那我成冰 任何人先任的立法 不非是先任个屁 不非就是对一等一天杂技 障眼访法 依我看 就是陈平安这个小子 耍出了江湖把戏 荒谬 我这些舞者 可是高手 与哪些只做个人影 就能糊涂过去吗 你要是不信的话 是你不就知道了 但我抱着这些指人 便拿你几天 给我上 我家手底下的舞蹈墙上 上前 贪胜 半屁 这股力量加起来 莫说是野家 就算是 逼习整个江南 五兆家族司令 都不是对手 竟然这么轻易 林岚 林岚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们 平安 他并不平衡啊 这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不可能 我这些强者 可都是心跳细选出来的舞者 竟然被你用肚子画素的人给打败了 这不可能 我这些可都是天兵天将 莫说是这些舞者 就算是 对付你们 那也是 受到起来 心欲是何人 本座 那仙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仙人 实在于世家传说中 从有人 真正见过仙人 你没见过 不在这 我手可摘取心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不过一定 你那点微弱的实力啊 确实是无法想起来 知道你在说什么 能修习武学之人 你是人上之上 即便武学修到极致 号称 见神不患 大获虚风的武圣高手 也做不到你口中的程度 你定是什么邪魔武功 还想冒通仙人 陈平安 别以为你会变点戏法 趁机偷袭我 储家的舞者 就可以在这里冒通仙人 你不过就是学了什么邪功 就开始飘飘呼了 那你大死 看来你真是得意忘形了 忘了老东是武道大宗师 让你亲自说什么 让你知道 在真正实力内 任何网友们邪道 都不足以心 好啊老东西 最后我也想打你很久了 小心啊 天安哥哥 你可千万不能轻敌啊 主家家主可是大宗师进界 是实力鼎风 钢气护体可刀枪不入 这烧油不炫 你这会危及生命啊 哈哈哈哈 完了 我这个取你生命 我体干你这种 霸宗师的护理刚技 刀枪不入 就连忠实之下处理寄死 你现在要是跪地求饶 我还考虑给你留一句全使 冒了半天就这 还不如来个金钟罩的先访呢 陈平安 你小子死到零头了 居然还在 等我先用护体康器 把你打成肉鱼的时候 我希望你还没笑得出来 连老夫这大宗师的会刚气 你也瞧之不上 那可愿意与老夫一赌 赌什么 先生服了 生服论 你若赢了 老夫退出 从苦独自 我接不下老夫钱 叶家上下 会到一米三十了 天安哥哥 你可绝对不能答应啊 蜀琼云的架下宗师中 也算得上前三 他的实力绝对不可想去 就连我的爷爷都比不过 平安蜀琼云 早已是大宗师先锋了 他的实力最多高可 他的护体刚气之下 更是无人幸存 你可不可以中了他的技呀 我答应 怪了 那倒是大宗师 一掌便能拍裂钻石 平安贸然接受毒斗 恐怕是太精逼了 叶家此了 再劫难 你们放心 我看他不过就是个善意 大了口气 会受死吧 我这毕丑 对了世间七七四十九种距离 处置毕 有刚才 陈平安 你必死无疑 哇 他还有我多钱 不要 不要啊 平安哥哥 平安 是为了给我们拖延时间啊 是我们害了平安啊 我的时候 这孩子比心重量 虽然没有强大的实力 但是他却是一个 牛蛋挡的好男人 是我们对不起这孩子 楚兄人 使楚家卑鄙 不是阴险狡诈 枉为江南领袖 只要能达到祥子结果 卑鄙又如何 接下来就轮到你们夜宵 夜灵兰 你倒是让你的好平安哥哥 来保证你啊 哎我看 你到底有几分姿色的 今后你便专心 不是我 做我的小妾子 你说话 也不凭你这个体操 叶灵兰 也给点不要脸啊 你还以为 自己是什么叶家的千金大小姐 啊 你真当老子捧着你啊 楚天空 你犯了我女儿 我跟你瞎让什么 爸 别着急嘛 很快 我就会送你叶家 全部都下地狱到时候 你们就会 整整齐齐的 都在 你解决无奇 当时陈平安以他的性命做赌注 若是他输了 叶家上下 叶门 这可是他亲口承诺的 怎么 你没说 你没说的 天鹿哥哥 你你 你这怎么可能 你的头不是已经被砍下来 你怎么会说话 谁说我死了 哦 接下来 轮到我了 这不可能 是这样 我可能所有的事 还看着头过去 怎么可能死而不生 你看哥哥 你还活着真的太好了 难道陈平安 他真的是仙人 没说 原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介绍 但是你们不是好歹 没办法了 我 不说 我他把癌了 我就是仙人 陈平昌 那既然我还活着 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追马去死了 不不 陈平安 不 陈前辈 是我有眼无多 您大人不计小人不 求您 求您饶了我们一命 陈平 往开一面 想让我放过你们 可是你们有何从放过业 何从放过我 既然你们不想赴死 没关系 我亲自送你 雪儿 执意要我们死 当美就不守在座情 我楚家不畏意死 有功法护士 对面没有一战 不错 陈平安 我楚家功法 龙虎宫乃是天下 传奇功法 人人畏惧 我和我父亲 合力打出 剑神不坏 打破虚空之计 就算你是仙人 难道仙人 便可以目控一切吗 没错 仙人就是比武者强啊 既然这么自信 试试我们的手段 行动 义行上 小哥 出门在外 别那么 今日先让你给你学校 我家的传奇功法 好强的力量 陈平安哥哥 你要小心啊 没事 是他们这三脚猫的功夫 大 残 给我死 啊 接下来 轮到我反击的 这三脚猫 你 原来你们安全了 平安哥哥 原来你真的是仙人 你没有骗我们呀 傻丫头 我几时骗过你 平安 之前是我们说话派遣误解了你 我们叶佳给你道歉了 你小子冒犯了你妹夫快跪下给他道歉 妹夫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是我只见了 以后你这是我爷爷 你是我们叶佳天叶佳神 哈哈哈哈 平安 是我也忍不住 你救了我叶佳 你受死一败 使不得 不是叔叔 你哪有岳父败女学的 平安哥哥 你说什么呢 我们还没结婚呢 小孩子 我这俩就操败你二人的婚事 毕日成婚 爸妈 你们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当然了 就平安照顾你 我和你爸呀 一辈子都放心 谢谢叔叔阿姨这止气 平安哥哥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我要给你生和好的孩子 叶佳兰我爱你 哇 哇